那么今天我们讲第十章学的基本语句 同样我们看一下本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那本章内容就两点了解一下学的程序的语法和基本语句的使用方法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那么我们上一节课已经把基本的学的变量定义全局变量级物变量大概介绍了一下 那今天我们主要讲解什么学的语句 一副语句判断语句的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下一副语句 那一副语句后面跟上expr是表达师的意思 那特别注意讲如果表达师为真返回值为0 0表示表达师为真 那么执行nam后面command就是执行的命令的结果 那么否则的话ls一副记住这里面没有se就elif执行表达师 那么他加个lan最后呢 个ls 那么这个一副语句呢 s最多只能有一个但是are一副可以有多个最后结束是以fi表示结束的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个语句来来写一个很简单的一副条件 我们再录下 我们再录一下 好我们就进入了吗 好我们就进入了吗 再进一个目录啊 他里面cd薄学汤里面 mecd薄学2 那么我们怎么演示一副语句呢 我们这样子我们把这个一副语句呢放到学校本里面去运行因此我们写个viiif sample 然后呢 然后呢开头咱们并bash 那么一副我们定一个空的变量 等于是那么一副一副一副非常简单他们如果都是空空的变量呢是大于零那么我们就执行执行什么执行一个啊以后显示出这个变量值如果是小于零呢就显示出什么靠小于零的变量值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if可以使用什么呢上节课讲到了什么test或者中括号comt-gt是大于零吗 反正是真的啊那么name这时候呢fi表示结束 如果小于零呢用else else执行其他的语句 那么如果大于零我们执行吗 一口是什么呢 那金靠了 就靠了准备点一个空的这个变量啊 有干gc0解释一下否则的话呢以口 啊比如说靠了干l t0 那么这交本运行起来 那么它显示的是什么靠了干gc0表示什么这空的值本身是大于零的就是个非常简单的语句啊非常简单的语句 那么还记得吧我们上节课呢 已经什么有说过一副语句呢 只要一副语句啊后面跟上一个 条件测试都可以 那么这条件测试可以是整数测试我们刚才讲整数测试也可以是什么呢 也可以是文件测试 决定的例子 假设一下我有这样的一个有需求 要求检测一下这某个目录下的文件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把它拷贝到opt目录上面 如果不存在就创建一个文件 有这样的一个有需求 那我要怎么做呢 这时候注意了 我们希望什么 我们希望这个脚本文件名通过脚本的参数传进来 那因此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这样写 首先判断一下文件是否存在的呗那就是我们用到上节课讲的什么呀 上节课讲的文件测试 美金 当然为了看更清楚点我们可以 path等于美金 把第一个参数负责给什么负责给美金 然后判断一下文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呢怎么样呢 就cp掉院什么 掉院这个美金一级参数 在用这个path啊 path参数 把这path参数呢 拷贝到什么opt目录上面 然后显示什么呢 显示copy ok fire ok 那如果不存在这个文件呢 这时候我们就什么呢 就创建的他取下 他取的文件 啊 然后呢 其实什么copy fire ok 就是clear fire ok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时候呢 if sample 后面要跟上什么 跟上我们常见的 文件名的路径 比如说路程项目下面有个叫点bashrc 文件 那么回车一下 哎 简直copyfire ok 说明说opt目录下面有这样一个文件了 我们看一下 ls 概念 哎我们发现确实有个这样点bashrc 那么数个不存在的文件名试一下 比如说点if sample 比如说点if sample 后面跟上路程项目下面有个叫做博学堂点 txt文件吗 哎这时候他也没有没有是clear fire ok 创建的一个文件 那我们看到的目标们路程目下面有没有博学堂文件呢 刚刚创建起来了 我们看一下 ls剥学堂点 啊确实刚刚创建人家的一个文件 啊这是一副语句的简单的使用方法 简单使用方法 啊当然这里面可以是ls一副啊 ls一副 比如说我们再加个s一副 修改一下 那么是s一副也可以一样的 elif 这个文件不存在啊 如果不存在的话那是怎么样呢 我们这时候快定一下 如果说啊 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那可能我们创建的输入是个目录那我们可以讲ls一副 干地表示是目录啊 tth 那么后面跟上那 啊那这个时候注意了我们稍微改动一下 怎么了 我写上这样子的一个如果是目录我们一口一下啊 比如说 path is delict dir ect 是目录啊 好 那么ls否则的话呢 哎否则都不是的话我们就touch一下啊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if sample输入个目录 比如说叫opd目录 哎 他显示什么opd is delict 是个目录啊 这是ls一副的使用方法 比较简单大家掌握一下 这是条件啊条件语句 那么看一下一副语句的几个注意点 就是我来说过了 ls一副可以有多个或论一个啊零个或者多个 但是s最多只能有一个 一副语句必须以fi表示结束 表达是通常为条件测试表达字 上面可以是什么整数测试制服状测试文件测试都是可以的 啊 也可以是多个命令以最后个命令的退出状态作为条件字啊 我command可以为执行语句块如果为空就必须使用 需要提供的命令冒号 啊即该命令不做任何事情表示站位服啊只缓回一个退出状态表为零 那同样跟西元一样一副语句是可以嵌套使用的可以嵌套使用的 当然注意嵌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注意着衣服跟fi的配对使用 跟我们西元一样一定要注意大括号的配对使用 那么讲完这个之后呢除了这个衣服语句说还很重要就是雄款语句也除了分支之外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雄款语句 那我们看一下学义语的for雄款语句怎么写的 他也有for雄款语句 那for雄款语句怎么写呢for达那名inlist 那么他的雄款的机制是什么呢每雄款一次 依次把列表list中的一个值负给变乱名 啊 变乱没取一个值雄款语句就执行一遍直到雄款标志结束为止 那这里面呢list列表可以是命令替换可以是变乱名替换可以是字状也可以是文件名列表 那么就说for雄款的执行的次数取决于列表类似中单词的格数 假设类似表的是个数族数族里面三个元素那么雄款次数就是三次 啊 for雄款中一般出现雄款变乱也可以不出现 啊 也可以不出现 那现在我们来分别演示一下我们使用过for雄款来看一下 重点就是把list的命令可以是t命令替换变乱名替换或者字符创文件名 那我们来写一个for雄款来演示一下 for sample 好我们来看 那现在我们来定义一个pinked list list 这值是个数族 比如说可以a b c d e 那么for雄款呢 ver in 怎么呢 这时候in list是属于这个列表的内容 这时候要把这个数族的内容打印出来我们要用什么 我们就要用这个上次学过的什么list 中号 新 然后呢通过do和dom 把这for雄款关号刮起来 equal一下美金ver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for雄款的结果 我看到了他把abcd全部打出来了 好现在我们搞清楚了这个for雄款的基本实用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vi for sample 那如果说呢如果说我正面不实用这个数族 直接实用abcd可以吗 我们看一下他结果是怎么样子的 也是一样的 那从这里可以看出什么呢 只要是什么呢for雄款后面 只要是字符创 每一个字符以空格各开 那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这里甚至可以使用什么 可以使用命令的什么输出作为的吗 作为这个for雄款的数据来源 比如说ls 干etc无项面啊 比如说这样子 那这时候呢 把ls的结果我们又缓单一套刮起来 好 那么会把ls干etc的内容结果 输出给for雄款的越亚变量 那么看结果是怎么样子的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呢 直接叫ls etc是把我们l etc目录下来 所以文件打出来 因为文件呢也是字符创 一块一串的隔开 空格作为隔开 所以说呢 for雄款也能够正确读取啊 也能够正确读取 啊 那我们看一下for雄款的这个注意点 也执行过程 我们来说过了 刚才说过了 执行第1个雄款是将list中的第1个词 付给雄款变量 并把该词从list中删除 然后进入雄款体执行度和动之间的命令 下一次进入雄款体时 则将第2个词付给雄款变量 并把该词从list中删除 再往后的雄款也依次雷推 那么当list中的词全部被调远走后呢 雄款也就结束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看注意点 刚才讲的就是雄款的执行过程 那么也可以使用位置参量 来什么呢 来替换我看一下 为爱货同款 也可以使用什么 也可以使用这个位置参量 为什么呢 美金信号 打开一下 这时候别说 美金信号就把什么位置参量内容全部吗 付给什么付给维亚一个个取出来 也可以使用什么 信号 信号 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看结果 信号表什么意思呢 啊 信号就表示什么 把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作为什么 作为内容付给什么付给付雄款的 为压变量 我们当前目录下面 也就两个文件 才特别注意一下 那么在我们这个学习变成中 破雄款 也可以什么 省略 应列式的直接什么呢 省略应列式的我们看一下结果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加参数 那么省略应设应列式呃省略应列式的实际上就是什么其实默认使用什么了 默认使用学习的 位置差量 来实践 这是负雄款的什么 负雄款的一个使用过程 来了解一下 那么紧接着我们看一下除了负雄款呢 还一个坏的雄款 啊跟我们西远的坏雄款是一样的 执行 EHPR 这个表达字如果表达字退出让它为零子 表示为真的时候呢 就进入雄款 否则就退出雄款 那么他执行过程就是先执行这个 EHPR 如果说其退出状态为零 就执行雄款体 直到关键字到 后回到雄款的顶部 快要命令再次检查 这个EHPR的退出状态 一直雷推 雄款一直执行 直到什么呢 EHPR退出状态为非零的时候呢 就停止雄款 你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也做个小例子 第1行 好第1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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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定一个控制 等于10 那我们做个循环 等于0吧 我们做什么情况呢 我们做个0到100的雷加 那么坏了 这个时候 当他为真的时候才能进去对吧 那是 靠我们的 但 LT100 靠了小于100的时候呢 还为真实呢 就进入雄款里去直行 雄款里内部做什么事情呢 雄款里内部很简单 对靠了什么 哪家操作 这里面用什么呢 美金两个小原货号 是算数扩展的意思啊 大家应该还记得 嗯 啊 然后呢 美智庭一下 Eco一下 什么 靠 那么1到100的雷加 我们看一下 结果 嗯 看到没有 他是1到100的雷加 啊 1到100雷加 雄款 这是坏雄款的一个特点 坏雄款的 那么除了坏雄款之外呢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暗铁雄款 那么坏了个雄款 跟暗铁雄款的最大区别是怎么呢 一个是先判断后执行 一个是先执行后判断 那么看暗铁雄一句 暗铁雄是什么呢 如果表达是1 XPR推出呢 因为非零时进入雄款 否则退出 NTR雄款 那就当表达是为假的时候才能进入雄款 为真实上就停止雄款 那也是我们也做一个NTR1到100的雷加 我们看一下 我们也做过这样的例子 SMPL1.SH 刚才字母 字母敲错了 BIN BASS 同样的靠了等于什么 这时候等于零 这种呢 until 怎么呢 这个时候 靠的应该什么呢 单表达是为什么呢 为假是才进入雄款 好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吗 希望他对 应该是零到100进行处理的呗 那应该是 追气100 因为一开始零追踢是小100的肯定是怎么回假的 一直进入雄款 同样也是什么 靠了等于什么 上述比达是 中夸号 美金 靠 加一 以后 空 我们看一下结果 看到没有 他也对一到100进点加会多加一次因为他是先执行后判断啊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 until 转换 until 转换 那么如果不管是until的情况还是坏的转换 如果在转换执行过程中我想 退出转换 或者说退出当前转换的时候呢 进入下一个转换呢 这我跟我们戏远一样使用什么可以使用black和肯定流 那么唯一的不同是后面这个n怎么意思呢 n表示什么如果说这个转换是嵌塌了三层 那么你想直接从最底层跳到最外层那么这里结束三就可以了 啊 那也是我们来演示一下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 原来 坏了 我希望 等到什么呢 等于50的时候呢我不来个传 那就说一复的吗 希望unit靠了 靠了什么干一Q 等于50的时候 为真实对吧 那么这时候呢 记住那么加上一个fi 好 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呢 不来不出来 我们运行简介我看一下 按照理说应该什么他只是印到什么 只是印到到5050就退出来了所以他只到49 那么如果说我希望什么 我希望到第50喊了退出50次转换在50转换直接进入下一次转换 就是51那就是用什么用可能的我们看一下 我们按帖子来做例子 同样也是吗 也是一样的例子 也是一辅什么 靠了 以后在50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呢 我就是什么肯定有 那么这结果我们看一下也是一样的啊 我先拉往上拉看一下 我们会发现什么 49到5050没有了因为跳出的这个50转换 好之间的下一次转换 那么这是black 很肯定的一句 紧接着呢 如果说我想直接退出的进程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什么 e x i t 那么e x i t 你后面可以跟上一个数字表示什么呢 表示进程的退出码 该是被保存了退出状态 美金问号当中 我们可以这样例子讲 比如说我们修改的例子 如果说啊就是我不选择肯定有而是什么呢 而是吗 e x i t 三保存一下 那我们执行的时候 大事就结束了今天结束的我们可以用一口美金问号他只能上等于上我前面我已经设置了什么设置了等于上了 同样这里一个slip睡眠命令 也就是允许什么允许这个 进程睡眠几秒钟 比如说 我们的例子当中呢 可以对他进行什么呢 睡眠三秒 然后呢 再进程退出我们看一下 当时就停止两秒 然后 进程结束交还把字符中章交还给什么前台 哇这是一个什么 e x i t 睡眠使用方法 好 那么我们搞清楚需要的这选款语句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需要一个特殊的语句 要适量给我们看一下 适量的语句的一般来说呢他是用于菜单的显示 那么他的语法是select 变两面 这个货群光很像是 啊 只要是音乐时的后面是字符串的他都可以形成出来 那么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做个预解一例子的颜色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 我应该讲 select sample dsh 可能好 并 bsh 然后呢我们来评一下 select dsh dsh select 什么呢 vr in 比如说a bc d 然后度完 down dsh 然后呢我们这时候依靠一下 美金 vr 看一下运营结果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发现没有 哎他是把abcd呢这个内容呢全部显示出来并且前面加了个编号 那我们可以通过选择一啊选择就是a 2选择就是b 对不对 那这一个缺点是什么没办法重新退出的 那因此这个手术也我们一般来说选择那个语句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加上什么呢 加上一个black black 退出什么 这个是那个语句吗 比如说商哎 解释下戏马上退出了 这是那个语句的特点 那这里说明什么是那个询款主要用于创建菜单 按数字选须排列菜单下将显示在标准错误上面 并显示ps3提示符那个ps3提示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什么了 刚才看到了什么 刚才看到了警号问号就是ps3提示符了 等待用户的出入 哦 那么用户出入菜单的是数字 而不是什么数字里面的内容 执行相应的命名 用户输入的被保存在内部变量 REPL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呢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能够把这个apc地址作为菜单显示出来 那怎样对这个用户输入了123做一定的处理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所有我们产业的什么的cast语句 开始那是cast语句跟我们西元的cast语句原法呃工程是一样的啊对表达之可以出现的某种值啊进行吗进行匹配 那因此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例子当中呢 明显一下 一般来说是配合什么配合开始语句实验的 那么我们看下cast语句 那我们看一下cast的语法 那么cast语句的语法呢首先是cast后面跟上一个表达字 表达字后面跟上一个in的关键字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把cast语句放在了什么放在了那个snack语句的内部 那因此这个时候呢我们cast语句表达字可以这样写 这时候的变量就是什么就是我们connect语句的vr 后面跟上in 然后呢它可能什么呢可能的值是 什么首先是a的值 那么a的值里面要做什么事情呢如果是a的话选择什么我们依靠一下 然后记住cast语句每一个每一行的每一个分子结束之后呢 叫两个分号表示结束啊 b也是一样的 同样是一样的 两个分号再一行 其他不都说都是一样的 系 分号结束 最后是d 那如果说abc都没有选呢我们这时候就要莫远远新号的表示 表示什么 ecos choice l 好 好 那么开始有句语什么 e e s a c表示什么 表示结束 你这里面我们把eco vr 全部去掉 那这样子我们看一下 执行结果 输入 输入 显示有choiceb 我如果说什么呢 输入其他值 比如说输入6 那么choicel 是不是错误的 啊这是那个语句方开始语句配合实验的结果 再了解一下 那现在看一下这个signic语句和case语句的这个特别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signic语句是个无限凶狂 因此要记住black语命令要起退出凶狂 或者用exit语命令中指交本 也可以按ctrl加c退出凶狂 那么一般来说signic语句经常和case语句配合实验 那么以for凶狂类似可以省略音乐式的同时使用位置参量也是可以的 那么好了解完这个以上的基本语句之后呢 那么在所有变成语言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函数 啊函数 那么函数 那么和其他变成语一样需要程序也可以定义函数 每一个函数就是只程序愿意完成特定的任务 但有重复代码或者一个任务只需要很少可修改就被重复执行几次 那么因此 在选择中函数有几种表达形式呢 一种fansion fansionname 一种fansionname 小括号 大括号 两种方式都是可以 根据大家的学校可以随便选择哪一种 那么这边呢我们就选择第二种方式 fansion 小括号 哦 大括号 我们来写一下 那这里呢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核数 fansiontest 小括号 然后用大括号 然后这里面我们很简单就eco一下什么 解释个fansion sample 那么怎么订阅这个函数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fum test 技术跟c源不一样不需要一下小括号 就可以了 后面我们设计 eco fansion co ok 保存 退出 我们发现这个时候 fansion sample已经被什么已经被正确打印出来了 我们就发现co ok 那么这里特别注意一下什么呢 就是函数一定要新声明然后才能调远 先调远 啊寒数先声明然后才能调远 基础千万不要什么 先调远后声明把它后面就这时候就变运不过了 你做fansiontest的这是函数声明 实现的一定要写在函数调远之前 啊特别注意一点 那么现在另外一个问题是怎么了 如何给函数传递参数呢 那我们看一下 如何给函数传递参数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特别注意看 函数间参数的传递如何传递呢 我们可以看ppt 实际上他跟我们的脚本调远是一个样的 就是说abc abc 那么内部怎么使用呢 内部只是调远什么 调远我们以前脚本的 美金警号表示参数个数美金一表示第一个参数 美金二表示第二个参数 那因此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想对fansiontest的进行测试 常常我们传 abc 那么内部要显示出来呢 就是我们可以使用什么 ecos 美金 警号 这是个数的意思 eco什么呢 美金 1表示第一个参数的意思 我看一下 那瞧错了 美金警号 参数个数 美金 然后呢 保存一下 我们看到他也正式吗 正确输入了 参数什么呢 参数三个 第一个参数就是a了 好 这是函数间参数的传递大家了解一下 好那么现在我们搞清楚函数间的传逐参数传递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 看一下下面的知识点 就是算数运算物和来特命令 那 那这个实际上我们上节课中已稍微详细做过详细说过这个内容啊 好 那么就是他讲什么需要变量是没有严格的类型定义 本质上需要变量都是什么都是这制服创 那来特命令可以让未定义的类型的变量进行算数运输 使用来特命令进行算数运算是最好加双一号 以忽略空格的测试含义 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们上节课已经稍微说过我们再演示一下比如说我定义number 等于10 可以使用来特命令加双一号 numbr 美金 美金 numbr numbr等于美金numbr 那结果呢就是什么 等于12 啊这是上述运算符和来特命令的关系啊 那么加不加双一号呢都可以但是建议的加双一号加双一号可以解决什么空格的问题 可以有空格的问题 那么好 那现在来讲一个很重要就是 血液内部血液内部有一些类似的命令其中一个叫declare 原来创建变量那么我们之前讲血液变成血液变量的时候呢不需要 啊不需要些declare名这个选项 直接加变量名等于原料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出现这个declare呢 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我们希望一开始变量定义的时候呢定义的是 只能存放整形的变量 或者只能存放速度的变量 或者只能定义一个止读变量 那就是我们之前的变量名等于value就可能没办法做到这一点 那因此呢在前面加declare后面跟上选项呢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declare长远的选项请用干啊表示变量为止读我来试试下 declare干啊 比如说啊比如说是age等于10 那这时候再对他进行负责呢就发现什么他是来的欧里面量啊 还刚开始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破的变量名把它导进什么导进全局变量中 那么干爱呢我们看一下就是定义的是只能接受整形字符的什么变量 比如说declare 干爱 比如说啊 啊 tu 比如说是age 比如说是 num吧 等于是 那如果说对num再复成字符串呢 大家说结果等多少啊我们看一下他的num 他变为0 他变为0也就是当你愿declare干爱命对这变量进行负责的时候告诉他只能输入整形变量这是如果你输入字幅创他莫的就变为0啊这是一个 那么该表示这是一个宿主 那么干f什么意思呢列出函数名字和定义 那我怎么看呢我们 还是怎么啦 因为我们上节课刚才讲过了什么 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方选的例子我呀一方选 在内部呢在最后呢我们加一个什么呢加一个declare declare 你会干f看一下运行结果 我们发现他会把方选这个方圈泰斯这个实现呢给他打印出来 看ppt他讲什么呢列出函数的名字和定义 那大f呢他只列出函数的名字怎么看呢我们看一下 同样再修改一下方选 改成大f 看到没有他后面只列出了函数的名称啊这是一个 这是类似比你declare 这使用方法大家手机掌握 那么还有叫paint off 那么这个paint off的格式使用方法跟我们这个西元的paint off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啊 那么具体的我就不详细详解了我们来做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paint off 双一号 百分百 怎么了f浮点数一个横杆12.5 后面呢跟上什么呢跟上比如说123.45 回车 paint f少了f 回车 那么他打算了123.45 那么这点版本前面的一横杆什么意思呢评价已经说了很清楚了左对齐加号就是右对齐空白处天零啊 这是自动的康度宽度这小数点后面的位数 好这是格式放格式起刚刚表示换寒的意思 那这个我们西元的是一样的跟我们西元是一样的 这是paint off 那paint off除了这些东西的话还能够什么呢 还能够说出其他的转易字符 比如说百百c表示字符 百百b表示整形 百百o表示八定制 百百s表示字符创 那个x表示什么 表示16定制 还有呢可以使用什么干a 紧名干b退格 干n换行 干f换页 那这些东西呢我们就不详细一一解释了 在我们的西元的paint off当中已经显得很详细了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资料继续查找一下 或者看着 ppt 照样操作一遍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边ppt当中呢 已经什么列出了什么了 他的例子 大家可以按到pd的内容呢 实际操作一遍 比如说干20 还是什么意思啊 表示 输入的字符刷是占20个字符是着对起的 干实地表示什么输入整形是十位啊 也是着对起 这是print off的举例 那么print off本身也是个也是个类质函数类质命理 那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新的命令叫tip 命理 什么叫tip呢 他的解释是什么 是当进程运行过程中 如果说 终端往进程发送的信号 那么这时候呢tip能够捕获信号 能够捕获他这个信号 并对什么呢 捕获了信号去执行什么执行command的命的命理 啊 那么来演示一下 我们来演示一下 我们来演示一下 我们在以前的例子当中呢 我们编写一个什么呢 编写一个死雄皇 他自己会儿 坏啊 等于10 坏啊 亢尔 靠着 那 j t 10 度 one 然后呢 我们是类伍以下 这明明 那这个什么 运行起来在这个死雄皇 我们看一下 Count 这里你改为0啊 改为0 这使用完 我们看一下 啊 程序不会结束 那么我们通过control加系呢 来终止什么 终止这个脚本的运行 那么TIP命令呢 实际上呢 它可以捕获control加系 这个命令 就是我们control加系呢 实际上是往前台进程里发送一个信号 那么TIP呢 如果说在这本脚本里面 没有去特别捕获这个信号 那么 那么这个进程就会按照原来的 信号默认处理函数去执行 那么信号默认处理函数是什么呢 就是禁止 是终止该进程执行 那意思TIP可以改变程序的默认行为 那意思怎么做啊 就是说 在程序开始执行TIP命令 command一般是lindus命令 或者是我们编写的函数 那么当进程过来的时候呢 信号过来的时候TIP命令接收到之后呢 会转而去执行怎么去转而去执行 我们编写了好了 编写好的函数 那这样子就不会导致什么 就不会导致进程结束 那因此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只要修改 修改什么呢 ok 首先定一个函数叫TIP FUN 当Ctrl信号来的时候 我们显示一下 显示这个信息 然后呢 在函数开头 在命令开头 TIAP 后面跟上TIAP FUN 那么后面最后一个跟上什么 跟上你要补货的信号 你就可能说加系会往进程里发送一个信号 那这个信号的编号是什么呢 12 是按下可能做系 组合键而引发了 那这时候我们输入什么了 就输入2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运行起来 那这时候我们按照可能做加系 我们发现了他正确不获了 那么进程就不会结束掉 这脚本就不会运行结束 那么一程就会问了怎样 那这样子怎么结束这程序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 PS干AF Keyer 这命令干9发送干 编号为9的信号来杀死什么呢 来杀死这个 我们刚才编写的脚本 他这里提示以杀死 以杀死 这是TIP命令的这个使用方法 那么可以使用空格 表示发生陷阱 只使用空指令 不做任何动作 也就是说 当control系过来的时候 我不执行我们的信号处理函数 也不执行末端的信号处理函数 而是执行什么呢 什么都不执行 就算是执行一个空指令 那么一个横杆表示什么 表示使用mortation的指令 就是进程结束的指令 好 这是TIP命令的使用方法 那紧接着我们介绍怎么 EVAL命 它讲是将所有参数连接成一个表达 并计算或执行表达 是参数中的任何变量将被展开 那这个怎么理解呢 那我们可以定义定义这样的内容 我们看一下 假设我定义变量叫command 这command里面呢 是什么呢 是个这样的一个命令叫ls 干l 比如说干l第一位 把第一位目录像内容显示出来 通过所有mort命令 哦 那如果说我想把这个命令执行起来怎么做啊 那我们之前也说过可以用什么呢 ecos 美金小括号 comand 去引行起来 我发现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来命令没有执行成功 或者是直接通过什么呢 直接通过缓单一号 美金command 我们发现什么 这个时候呢 ls干第一位目 这是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命令执行失败 那我们正确执行的时候是ls干l m y 正确执行 那如果就把这个命令 把这个制服装付给一个变量 然后拿这个变量进行起来之后呢 这时候我就运行失败了 比如说 ls干l 这时候我们也双一号 看看 那这时候如果有断一号双一号 反弹一号来引擎看一下 这一口一下 我们发现这个时候呢 命令又执行成功了 那么 那么这里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什么 如果做变量里面只有包含一个命令 那么可以使用什么 一口反弹一号正确执行 如果说变量里面包含两个命令 也就是ls干l干m 通过管道来实现的时候 这个时候两个命令 他就不能执行 那么要实现这样的功能怎么办呢 我们同样可以这样使用 ls干l 变量不变 mo 那这时候就要使用什么 EVL 命令跟上comand的命令 变量 那么就能够正确执行 因为EVL命令会解析什么 解析这个变量里面自负创 那么发现这里面有两个 两个命令一个是 Los命令一个是mo命令 那么他会自动展开 会自动解析 自动相自动调运什么 各自的命令去执行 那这是EVL命令什么的特点啊 也是也就是说EVL命令可以把变量里面的使用两个 一个管道这个自负创的当中命令来运行 这是EVL命令的什么特点 那么最后一个介绍什么随机数和EVL命令 那随机数什么意思啊 就是当是每次执行这个RIDOM的时候呢 会产生一个随机数 我们来看一下 以后美金RIDOM IDOIDOM 交错了 DOM 每次执行呢 他的结果什么都不一样啊 就是做可以作为一个什么 可以作为一个随机数种子来运行 这是一个 那么再介绍一个什么叫EXPR 表达是 他可以用于什么 可以用于两个数字的什么呢 算数运算符 比如说EXPR 5加3 是把记住 加号和5和3之间一定要空格啊 一定要空格 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们一般来说是用什么呢 用的更多的是什么呢 美金中号来替换什么呢 这个表达是啊 当然记住实验成号的时候呢 一定要加写干啊 表示去转一字符 我们可以这样一下 这时候一定要加写干去转一字符啊 如果没加呢 我们看一下结果就是成这样子了啊 命令就执行失败了 这是怎么呢 这是EXPR命令 好 那今天的内容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今天把什么呢 学的基本语就讲成掉了 也把学的函数讲完 最后还讲起了几个类似的名 Declare 啊 EVL 还能print off 这几个函数 啊 今天课程讲到这里 我喜欢就发声一个 我们就无所awi轨 那么我们就把这一种试图 快乐 感谢观看